我有嚇到 我就說 怎麼可能 我就覺得好羨慕她 她的年輕 怎麼會這麼奇幻夢幻啊 然後我覺得人生好寫實 在姐姐發布在婚喜訊之後 小S首都現身媒體面前 說到大S奇蹟般的靠視訊 找回舊愛那個過程 是浪漫又好笑 我發有嚇到說 你怎麼完全沒變啊 你就是跟20年前的你一模一樣 然後我姐就說 可是你變了耶 不過是變的是一種 另外一種Man 然後我就有一直跟我姐說 欸你可不可以跟你老公講說 在蛤蜊的時候 盡量吃少一點 然後盡量做那些那個伏地挺身 然後就是出來的時候 讓我們姐妹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然後還有不要讓我們失望 然後我姐說 你會不會也管太多了啊 她當年的那一段 妳不是也是 參與 修成參與 參與 參與而且印象很深刻啊 我就記得那時候我們到韓國的時候 她帶我們去吃好多好吃的東西 就一直忘情不了一個 生螃蟹拌飯 喔 那天那個媽媽跟兩個姐姐都有一起吃飯 所以既然都已經可以一起吃飯了 我想應該就是OK吧 媽媽當然是會有她的那個擔憂 但是她畢竟還是愛女兒的 所以就是不可能會撐多久的啊 所以我昨天就是打電話給我媽 就是跟大家想要閒聊一下 然後我媽就心情感覺還蠻好的 她就說 欸寶貝喔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就是有去看一下那個 之前酷龍上你們節目的那些影片 欸她當年真的很帥欸 然後我想說欸 公機的時候 公機的時候好像情緒還蠻激動的 怎麼這回跟我聊天的時候 倒是還挺開心的 而之前有盛傳Dice 將全面退出演藝圈 小S也出來幫她澄清了 我當時可能是一時嘴快啦 就講了這句話 可是我想我姐應該是 等到他們 等到她稍微那個 冷靜下來 她可能又會想說 欸要不要再來拍個戲或什麼 我也不確定啦 我跟她講過很多次 她就說沒有 我沒有要跟你合體 我沒有要主持節目 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然後她現在就是 就是 是 世君是她人生的 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還有顧小孩 然後對 然後還有想說 算是她一直叫不要帶她發言啊 應該沒有什麼 是會保護一些人毛吧 沒有啊 沒有啊 這是事啊 我們今天都沒有問 之前的 之前什麼 王天 對對對 祝福我們都是祝福 祝福 祝福